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iam 欢迎收看每周的新闻英文一个礼拜两篇 但你了解时事,也了解相关英文单字 那今天是11月10号 我在影片底下有放一个免费测验的单字游戏小连结 非常欢迎各位点选进去玩一玩单字 那在影片进行途中 我会教各位时事的单字以及长剧的阅读技巧 本周要介绍的两篇 第一篇是唐氏正的这个少年买诈物事件 第二篇是国泰世华分手好事多联名卡 那第三篇这个是我在去年拍的气候峰会 那个时候是26 那今年的话是27 那去年那部影片我有介绍 那个气候峰会相关的单字 那非常欢迎各位你点那个连结 也顺便进去看一下之前的文章 那只是说你点进去看到的是去年的我 并不是今年的我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第二篇 新闻来源是Focus Taiwan 国泰分手好事多的联名卡换人吧 那底下有讲义 非常各位欢迎下载下来收看 讲义就是它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后事业字体有加大 如果说你是超级认真的同学 你把它下载下来看 后面事业的字体是变得比较大的 OK 好那新闻重点单字如下 第一个就是合伙关系 第二个发卡的动词要怎么说 联名信用卡的英文 会员质量饭店 这边当然就是指好事多 但是会员质量饭店的英文 绝对不是Costco好不好 到期延期分布子公司 传言这些的英文 我们在这篇新闻会学到 来那进入文章内容 Cathay United Bank Costco To end decade-long credit card partnership Cathay这个是国泰 各位这个单字 这个单字是好像跟那个单 契单有关系 跟你在自己上网查 United联合的 Decade这个是十年 Partnership这是伙伴 所以国泰联合银行 Cathay United Bank 以及好事多Costco 结束了十年之久 这可以弄 十几年的信用卡的 Partnership合作关系 好 下一句 Cathay United Bank confirmed Monday That is 10-year deal with Costco To produce co-branded credit cards For the American Warehouse Club Will end as planned On August 7th, 2023 好 OK 那这边that 这个各位 在遇到一般来说 它就是一个连接词 那连接词 各位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 就先看前面这一句 confirm是确认 那各位确认这个单字 是很好记的一个单字 用中文来记 看 看就是看 看 firm这个单字不太好听 就是看分 就大便 看大便 你为什么要看大便 就是确认自己的肠胃 蠕动有没有正常 看分 看大便 OK 这个国泰确认在星期一 我录影的时间 今天是星期四 就是三天前 他正式确认 确认什么呢 好 确认 It's 10-year deal with Costco to produce co-branded credit cards for the American warehouse club will end as planned on August 7th, 2023 看一下单字 我颜色换一下 就从黄色换成白色 Deal 这个是交易 produce 各位 它本来的意思是制作 这里的解释就是发卡 produce 所以什么银行要发信用卡 就是produce co-branded 联名的coach coach是有一起 brand是品牌 两个品牌一起 warehouse 仓库 量饭店 clubs 是俱乐部 plan是计划 所以 他10年的交易 跟Costco 10年 哇 10年了 去发 联名信用卡的这个协议 发给谁 美市的 量饭俱乐部 就是你一定要有会员的 会结束 结束了如同计划般的结束了 在2023年的8月7号就要结束了 真的是天善无不散的宴席就是这样 那各位这句讲完了之后 我稍微针对这一句 做一下简单的一个文法的解说 各位是这样 这个句子是常主词 真正的主词在这边 然后呢动词跑到这里来了 那各位黄色的这个区块 都是补充说明 再补充前面的这个协议 那一般来说 我们要怎么样知道 这个补充说明跑出来了呢 各位我的影片会不断不断的 在提醒各位这件事情 我的影片大概就两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会教各位怎么背单字 第二个特色就是 教各位如何辨识出英文的形容词 因为英文的形容词 会对我们中文的学习者 造成一个相当大的阅读障碍 为什么呢 因为英文的形容词跟中文的形容词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OK 怎么辨认各位 就是介系词 各位我写在这边 英文的介系词很大的一个角色 其实都是在做补充说明 各位补充说明什么呢 要往前看 他都会先把重点讲出来 然后补充说明带在后面 这个就是跟中文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OK 可以 所以各位这个交易是什么交易 就是我后面就不讲了 就是跟Costco去生产联名卡的这个交易 好下一句 Cathay United Bank confirmed Monday that its 10-year deal with Costco to produce co-branded credit cards for the American Warehouse Club will end as planned on August 7, 2023 The 2.7 million holders of co-branded Cathay United Bank credit cards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use them to make purchases in Costco's 14 member-only stores in Taiwan once the deal expires 好来 各位这边有个wans 各位wans认识一下 它也是连接词 中文翻译就是 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我们这边先删掉 删完之后 前面这一句呢 还蛮长的 我们再利用这个to 这是逼不得已的方式 to 去做什么事情 我们再做第二次的一个断句 但是说实在各位 你不断也没有关系 就是这个 因为它还是顺向的翻译过去 这个只是为了我讲解方便而已 来holder 持有者 no longer是再也不 所以270万的信用卡的持有者 持有什么 你看 形容词开始补充说明 持有什么 联名 国泰联名信用卡的 credit card的持有者 不再能够 be able to 能够使用他们 使用他们去干嘛呢 来 去make purchases purchase 这个是购买 买什么 在好市多的14间会员限定 member only 会员限定的商店在台湾 ok 再下一句 一旦这个交易 expire 各位expire 重要单字 各位expire这个单字是到期的意思 各位这个单字我教各位怎么记 首先你如果认真看它是不是长成这样 expire 其中这个pire是哪个字来的呢 各位是这个单字来的 叫做spirit这个单字来的 s不见了而已 剩下后面就几乎都一样了 各位什么是spirit 就是精神灵魂的意思 那我们再看一下前面这个字 ex 这个ex这个知道 各位一个单字的前面这个字首 通常就是在教各位一个方向 它大概就是在讲前后左右上下 这些方向 ex 外面的这个方向 各位 灵魂跑出去了 你还活着吗 没有了 到期了 没有了 各位就是这个概念 expire ok 好 下一句我再重念一遍吧 The 2.7 million holders of co-branded Cathay United Bank credit cards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use them to make purchases in Costco's 40 member-only stores in Taiwan once the deal expires 好 再下一句 in a statement Cathay United Bank said that car holders would be able to continue using their co-branded cards in Costco as usual August 7th 2023 好 来就单字哦 顺着看过去就好 statement是声明 然后as usual 就是如往常一样 所以在这个声明里面呢 国泰银行说 卡片持有者 能够持续地使用 他们的联名卡的服务 在好事多 如同往常一样 在什么之前 在2023年8月7号之前 都还是正常使用就对了 下一句 Costco only accepts co-branded credit cards for non-cash payments in I'm sorry in its stores and reports suggest Is that Cathay United Bank which had hoped to extend the agreement was outmuscled by a 1.2 billion dollars offered from台北富邦 commercial bank 好 来 各位那这边有个斗点 还有which 就是这边 这边 那还有这边 各位这边有出现这些断句讯 很长的一句 各位但是不用紧张 我们先把它删掉 就剩下这边 轻轻松松 asset 这个是接收 non-cash 非现金的payment 这个是支付 所以好事多只接受联名信用卡 对于什么 非现金支付 在他的商店里面 OK 好 接下来 and reports suggest that Cathay United Bank 斗点继续 reports报导 suggest 建议 其实各位 suggest 我是觉得你在看文章的时候 你不要把它翻译成建议 就是把它翻译成说 所以这个报导就说 你就翻译就比较看得懂 不是建议嘛 就是说 说什么呢 联名卡 不不讲错 国泰的 国泰银行 来 接下来 各位这个双重斗点 又看到which 你就知道 又在做什么事了 做补充说明前面的国泰银行 来 国泰银行怎么样呢 extend 延长扩大 agreement 这个是协议合约 他说他想要 后不是想要 各位注意 有没有看到过去是 之前想要 他之前想要延长这个协议 可是有没有成功 你看到这个 这个叫过去完成式 过去完成式的概念 就是之前的某一段时间 他想要做这件事情 在阅读里面 他透露出来的含义就是 现在有没有 没有了 他有一种相反的一种感觉 OK 对吗 我之前很想要成为总统 我现在有吗 没有 OK 好来 奥马首有力量的offer是提供 commercial是商业 他怎么样 我跟各位讲 这个就是主持 他说国泰四华银行动词就被被盖过去 奥马首是力量 对不对 被更有力量的盖过去 被谁 1.2 billion billion是百万 所以是120万 应该没有错 一亿 多少钱 OK 这个提供 从哪里来 台北富邦商业银行 OK 好 那各位这一句 就是刚刚我跟各位讲 这一句的也是一个常主持的概念 各位主持在这边 这个是主持 红色的部分 奥马首 各位这个是动词 然后 刚刚遇到的 黄色的这个地方 是补充说明 在补充说明前面的国泰银行 各位这是这一句的 它的长相 好 那各位我再读一次吧 Costco only accepts co-branded credit cards for non-cash payment in its stores and reports suggest that Cathay United Bank which had hoped to extend the agreement was outmuscled by a 1.2 billion dollars offer from台北富邦 commercial bank 下一句 台北富邦 commercial bank the flagship retail banking arm of富邦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has yet to common publicly on the rumor deal 好 那各位这个双豆结构 各位 换个颜色 这边有豆点 这边也有豆点 各位它也是在做补充 你就知道 英文的补充说明非常的多 好 那我们这边就顺着看过去就好了 flagship 是旗舰 financial holding 就是金融控股 retail banking 这个是零售银行 像这种零售银行 它的主要服务的对象 就是像我们 就是个人 还有中小企业 arm 这个单字是分布的意思 common 评论 rumor 传言谣言 所以台北富邦商业银行 那豆点 它开始补充说明 这个富邦商业银行是什么呢 旗舰的零售银行的分布 所以 这个分布是什么的分布呢 富邦金控的分布 懂啊 所以富邦金控在上面 然后商业银行是底下的分布 还没有 耶的是 啊不 common 评论 publicly 就是公开的 还没有对这件 rumor的 谣传的交易 做出评论 目前它还没有正式 确认哦 好下一句 Costco meanwhile said in a statement it was considering its option regarding a new co-branded credit card partner adding that its member's interest would be at the forefront of any decision 嗯 ok 来那各位这边 adding 这个是补充说明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删掉 先看一下前面这边 好来那前面这边 各位看到之后 各位仔细看 有没有看到ing啊 各位ing出现在这个位置啊 形容词出现在这个位置 黄色线这边 名词加上ing 大概就是一个形容词的一个概念 再补充说明前面的选项 来 所以我们再把它删掉 就专心的看这一句啊 另外哦 是同时 statement 声明 consider 考虑 option 是选项 各位option很好记哦 你就记open 选项 把它打开啊 option 这个option哦 所以costal 同一个时间说 在一个声明说 他也正在考虑考虑这个选项 好 来那这个选项呢 是什么选项 regarding 介细词 关于partner 是伙伴哦 所以这个选项是 关于新联名卡的伙伴 合作伙伴 正在考虑 所以到底是不是富邦要等富邦银行正式出来确认之后才能够知道 好 补充说明什么呢 这个好事多的会员的利益 interest是利益 会在这个最前面 full front full front就是在最前面 front就是在前面嘛 最重要的地位 在任何决定下都是最重要的地位 就是会 他的意思就是说 会把会员利益作为优先考量 好 这句我再念一次 Costco meanwhile saying a statement it was considering its options regarding a new co-branded credit card partner adding that its member's interest would be at the forefront of any decision 下一句 in a statement announcing the impending end of its deal with Costco Cathane United Bank expressed gratitude to the 2.7 million co- I'm sorry 2.7 million co-branded car holders for their support 好 各位这边有个斗点 在这 我们就先把斗点断去 所以 in a statement 各位这边有一个名词加上ing 各位这边有一个形容词跑出来了 就是在这边 各位 就是statement是名词 ing是形容词 所以从这边到这边 在形容前面的 声明 statement 这个单子是声明 那announce是宣布 impending即将发生的 pending是代定的 代决 各位有的时候 你在申请什么东西 那网路上他就会写 还没有结果 他上面会写pending 所以在一个声明里面 这个声明是什么样的声明呢 宣布即将到来的结束 什么结束 结束什么 他的交易 跟谁的交易 跟好事多交易 即将结束的声明 OK 好下一句 Express是表达 Gratitude 是感激 感谢 Gratitude 他超好记 就是great 是吧 support是支持 所以国泰银行 国泰银行表达了感激 对于两百七十万 联名卡持有者 的感激 感激什么呢 感激什么 for 就是为了什么 感激 感激他们的支持 我也是其中一个 来 下一句 我在念上 In a statement announcing the impending end of its deal with Costco Cassade United Bank expressed gratitude to the 2.7 million cobranded cardholders for their support 好下一句 According to Cassade United Bank The number of cobranded credit cardholders had risen sharply from only 900,000 near the start of its deal with Costco in 2014 好这句 Rise 上升 Sharply 是快速的上升 所以 根据国泰银行 数量 什么数量 联名卡的数量 快速上升 Rise Sharply 急速上升 从什么时候 从只有这么多人 near the start 在什么时候的开始 在跟好士多 结合2014年 刚开始的时候 只有这么多人 后来就是急速上升 好士多在台湾 有这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地位 The bank added that cobranded credit cardholders could change the benefit resulting from the consumption at Costco ahead into cash equivalents to pay their credit card bills after the agreement expires 好各位 这有没有看到形容词呢 各位可以先找一下 形容词 底下 名词加上ing 就是形容词来了 各位在哪里呢 名词出现ing 从这边到这边 各位这个形容词出现了 所以黄色的这些字 都在修饰 都在补充说明前面的benefit 好 那这边我再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第二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是这样 各位你要特别注意这个change 再注意这个into 这边有个句型是这样 把a 变成b 这样了解吗 所以它是把什么 把这个利益变成这一个 懂意思吗 然后这个利益是什么利益 黄色线说明的利益 各位这句这样子看得有比较清楚的 来 然后我们开始做单字解释 就是它把benefit改成cash 了解 就是把利益改成现金的意思 好 开始做说明 那我们先把黄色的把它删掉 benefit是利益好处 cash现金equivalent相等的等值的 这个单字是equal这个单字来的 必有账单expire 刚刚跟各位讲过 灵魂跑出去有着到齐 agreement是协议 所以这个银行补充说明 联名信用卡持有者 可以把这个利益变成等值的现金 equivalent就等值嘛 等值的现金 去付他们的信用卡账单 在什么之后 在协议结束之后 可以 就是在好事多消费 不是会有一些红利回馈 这个红利回馈结束了之后 是不是就不能够跟好事多做折抵了 那你可以折抵什么 折抵你的国泰信用卡的账单 各位它是这个意思 好来 黄色线开始回来做补充 各位这个利益是什么利益 result from导致有什么导致 consumption消费 各位consumption 这个单字有大口吃喝的意思 这个字在之前的新闻 我有跟各位补充过 像什么夏天来的 各位要consumption water consumption 大量喝水 ahead是先前 所以各位你看 这个利益是什么利益呢 来自于消费 在好事 之前在好事多的消费 懂 各位这句就看得比较懂了吧 圆满的 OK 这句其实不好读懂 来 这句我再念一次 the bank added that co-branded credit card holders could change the benefit resulting from the consumption at Costco ahead into cash equivalent to pay their credit card bills after the agreement expires 好对 来 各位我们来单字复习一下 来 那首先第一个是合伙关系 这个叫partnership partnership 发卡 我一次跳两个 没关系 发卡的英文叫produce 联名信用卡 co-branded credit card 联合品牌 co-branded credit card 会员制的量饭店 warehouse club warehouse club 再下来 到期 expire expire 好 接下来 extend extend 就是延起 把什么什么 把它延起 下一个分布子公司 arm 很特别 各位就手臂 你想想看 这是我们的身体 手臂就是这样分出去的 没错吧 arm 传言 rumor rumor 好 OK 来 各位这个影片到这边 各位 我有开启 在这个位置 你就点 非常欢迎各位 点一下 超级感谢 各位超级感谢主要是可以做一些小额捐款的一个功能 我上个礼拜有把它开通 各位你如果看完我的影片真心觉得不错 行有余力的话也非常欢迎各位小额捐款 那这个金额这个最低从70块以上都有啊 就是金额不用太大 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像我在录制影片我的确是需要一些资金来做设备的一些改善 那因为像我录影的方式我像我前面有一台相机那有两条那个那个就不知道叫什么线喔 直播线呢是什么传播线点到电脑上 那因为我之前的电脑已经跑不太动了喔 要处理影像喔 他这个需要比较大的一个资源 那电脑跑不太动 所以最近才刚换了一部电脑 那这部电脑不稍微不便宜 那相机也刚换了一部喔 所以整个加起来花了蛮多钱的喔 那需要各位这个如果各位心有余力的话 非常欢迎各位做一下小额捐款 我也非常的感谢喔 那也同时也是支持我拍影片下去 其实最大的其中一个动力啦 那如果说各位你看了觉得对你真的帮助非常的大 也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多多分享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透过我的影片来让自己的英文能够更加的进步 那以上就是在11月3号在上个礼拜 我有一部影片是全脸的 前三名是这个John同学 Waylton同学还有CC同学 恭喜以上三位得到前三名喔 那接下来国营事业的Quizis 前三名第一位是Mar Jennifer以及JY辛浩同学 恭喜以上三位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部这个新闻的讲解 同场加印其实还有两篇 也非常欢迎各位的收看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